不得不说,战哥和姊妹真的太有福气象了,两人即使是表情包都是可爱般的同步。 而两人的拍照风格更是情侣般的一致,简直就是要把关轩写在脸上。 最为令人上头的,还是战哥吃醋姊妹的一辈子CP,小绵羊的这一幕。 就连线男友都难逃战哥的刷脸,果然童天夫妇还是比不上余生夫妇。 而今年顶流夫妇的微薄之夜相遇,更是将甜蜜告宣天下,两人眼神双向拉斯泰甜蜜。 尤其是姊妹主动斗战哥笑的这一幕,简直就是偶像聚招进现实。 这届网友是用放大镜磕CP的,战哥出席内片海杀青燕,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,她佩戴了余生里和姊妹的定情手串。 就连战哥年龄设计的木槿花图案,也被发现有姊妹的身影。 而各位上头的,还是战哥送给姊妹的这个情人节礼物,简直就是要把官宣写在脸上。 就连保温杯两人都有同款的颜色喜好,余生夫妇难道要变粉色夫妇? 但除了粉色外,战哥还对紫色一见钟情,毕竟妹妹就是紫色的代表。 首先选择了紫色的颜色。 那两人到底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性呢? 紫妹这番话,或许能给你答案。 无独有偶,战哥的这段采访也表明了她对紫妹的心意。 如果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,我会主动。 对此你觉得肖战养子般配吗?欢迎评论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